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Wallet的网络图片加载 在平常开发应用的时候,网络图片也是经常需要处理的 Wallet同样给我们提供了方便又高效的方法 它就是Image Request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Image Request的使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Image Request的原码 可以看到它同样是继承字Request的类 下面有两个构造函数 第二个构造函数引用了第一个 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第一个构造函数 它里边一共有七个参数 第一个是Stream类型的UIL,即是图片的地址 第二个是Response Listener,成功回调的监听 第三和第四是分别设置最大的宽和最大的高 是一个硬的形 如果你不想设置的话,就输入0就可以 第四个Skyletype设置图片的压缩比例 第五个Configure 可以看到它是BeatMap里边的一个属性 可以设置颜色的质量 如果是这个值的话 它是一像素占一个字节 RGB565的话是占两个字节 4444也是两个字节 如果是8888的话就是占四个字节 越往下质量越高 最后一个是失败的回调Error Listener 好,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使用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建一个请求对立 Request Queue 等于Wallet.neu Request Queue 传入上下文 这是一个请求对立 接下来我们先建一个Image Request Image Request 好,这是它的七个参数 第一个URL 我们以这个地址为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址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上面是3023的一个小图片 把它设置进去 第二个成功的毁调 Race New Race Pulse Race End 第三和第四是设置最大的宽告 我们对它不进行设置 都传入零 然后设置一个bitmap configure 5有5 最后是一个失败的毁调 最后是一个失败的毁调 New Race Pulse Adler Listen 好,接下来我们在布局里边设置一个Image View空间 包裹 包裹 对它是一个ID Image 在这里 对这个空间进行复制 Image Vi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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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Find View by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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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对它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同样对那个Tice View也复制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成功的回调里边它返回一个bitmap 我们把它设置到这个Image View里 Image View Image View 最后把这个Image Request加入到这个Request Queue的对立 Image View Image View Image View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它就是NetworkImage View NetworkImage View 是一个自定义空间 它是继承自Image View的 具备Image View空间的所有功能 并且在原生Image View的基础上加上了加载网络图片的功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NetworkImage View的使用 因为它是一个空间 因为它是一个空间 我们现在布局里面生命一个这个空间 NetworkImage View 让它包裹内容 给它加一个ID NetworkImage View 接着在MainActivity里面找到这个空间 NetworkImage View 等于FindViewByID NetworkImage View 对它进行一个强制转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NetworkImage View的代码 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三个勾到函数 而且里面有几个Public的方法 第一个是SetImageUIL 其实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方法 对它进行UIL和ImageAlder的复制 然后还有一个GetImageUIL 可以获得到传输的UIL 还有SetDefaultImage 可以给它设置一个默认的图片 还有一个SetArrowImage 可以给它设置一个网络图片加载失败的时候的图片 下面就是它的一些方法我们暂不介绍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SetImageUIL 它里面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String类型的UIL 一个是ImageAlder 我们看一下这个ImageAlder 这是ImageAlder的勾到函数 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RequestSkill 这个我们已经建好了 还有一个ImageCatch 及它的缓存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SetImageUIL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建一个ImageGuard 我们先nil一个ImageGuard ImageGuard nil ImageGuard 它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RequestClean 一个是New 一个ImageCatch 这里边要实现两个未实现的方法 一个是GetBitMap 一个是PutBitMap 好 这样我们就建好了这个ImageAlder 好 这样我们就建好了这个ImageAlder 好 这样我们就建好了这个ImageAlder 传进去 它同样还可以设置几个默认图片 有一个SiteDefaultImage 即 默认的图片 Map 我们还用这个默认图片 它还可以设置 一个 一个网络图片 加载失败的图片 叫ArrowMessage 叫ArrowMessage SetArrowMessag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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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ICGUNCH 好 我们接下来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NetworkImageAlder 同样加载出来的图片 好 到这我们就介绍完了 这个NetworkImageAlder 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下小结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NetworkImageAlder的话 需要四个步骤 第一个是创建一个Request Queue对象 第二步是创建一个EmageAlder 第三步是在布局文件中 加载加载加 添加一个NetworkImageAlder 空间 最后 我们 把这个空间 加载图片和 加载图片地址和ImageAlder的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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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